我先过去那里吃的 我这回哟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菜朋友香妹杨子 今天要去栽大蒜和葱 先吃个月饼 垫垫肚子 嗯 这 这是真正的包塔钢 哎呦 切走 它保持成功系的 我爸现在吃的是正宗的包塔钢月饼 包塔钢永久拍的 比那天吃的那个生油月饼好吃一下 生油月饼吃什么 太干了 看他去肚子干不了的 你再吃点味道 那个没味道他说 这里面是什么的 这里面是冰糖啊 嗯 我都要 火腿丝 哦 肉丝 筋肉丝 瘦肉丝 还有冰糖 嗯 肉丝 肉丝你不吃啊 呵呵呵 那里面的精华 嗯大碗 啊 哪说啊 哪说就是精华啊 里面的最精华的 那一根丝丝你觉得把它扔呢 我老爸真的是不会吃 那里面那个火腿 腊肉火腿是这个月饼的精华 他居然不吃 因为我们这冬天自己都会熏腊肉 所以腊肉吃多了 腊肉啊 腊肉吃多了 你好无心啊 你吃 我不喜欢吃腊肉啊 呵呵呵 他不喜欢吃腊肉 因为那个腊肉都是瘦肉 吃多了塞牙齿 嗯 你看这是超市的冰皮月饼 我做的那个也是冰皮月饼 但是比他这个大 他这个小 这个是买的那个小月饼 给茄子吃一个 我们就撕开 撕开撕开 哇 红豆的 茄子 他也喜欢吃月饼 主人 我还想吃 哈哈哈哈 萝卜发芽了 萝卜 哇 红豆种子也发芽喽 觀眾朋友 我给你 看 比如说 东西 是 我不想吃 吃 你까요 我咋 咋 我咋 咋 我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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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去这儿找到石头了 嗯 哈哈 是吧 看一看 我给你打个几号的 影子的 找找我们打人的 工 最学习的一个 嗯 走 走 走 你走 啊 给我走 是吧 主人 别干了 快陪我玩耍 我去找我的球球玩具 给主人玩 主人给你我的玩具 来玩丢丢吗 鞋子特别淘气 拿着他的玩具 想给我又不给我 死死咬住也不放嘴 算了主人性质不高 我还是自己一背二玩具 远得被骂 我们今天种大蒜和葱 它都是属于调拨的方式 调拨 调拨的好处就是 后期有利于它的管理 管理成本会降低 另外的话 因为 中间有一个浅浅的坑 这样我们后期 上肥料水的时候 就不会流失出去 你用的坑头 给我崭新的 插不进去的 落点水拌呢 2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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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단点 1단点 2一些 3 2 3 6 2 1 2 2 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 四拍 五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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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你的 给你过来啊 五拍 你去 算 我说早上去算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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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不算我事了 你看黑圈 黑圈 是学一些 你拨勺子看吧 嘿嘿嘿 还想拨呢 种葱了 这是葱 这个葱是表姐 大表姐给我们的 没有花钱买 已经有点发芽了 本来是七葱八蒜 都吃的 七葱八蒜 这个就够地啊 当然花芽到了 我们已经种植了 所以已经发芽了 这好大大 最黏黏的 你看这个 大蒜和葱是一样的 把它一整个 一半一半的 给它掰下来 然后插到地里面去 这新大葱是哦 好细的哦 嗯 这是小葱是吧 可以是小葱 还有你拎的啊 像是大葱啊 想不到 应该是大葱 红豆 小葱是白豆 这是大葱 大葱那棵 不是大葱 这是七葱那棵 不是七葱那棵 不是七葱那棵 只要大 不是七上面那个葱吗 可以啊 一会像 像这个大蒜和葱 还是比较好种植的 可以栽种 也可以水培 像有些城市里面的朋友 只要有个花盆 就可以栽到花盆里面 如果没有花盆的话 拿一个能装水的器皿 把它放里面 就可以发芽 你看去走 快来 你把点拼到去看去 之前我有尝试 把整个大蒜球 放在装了一点水的塑料盒里面 你要在蒜头上 我要等你 等你你把鱼 走去呢 之后没过几天 它就发芽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就长成 可以采收的 蒜苗了 后来我还做了一顿 蒜苗炒鸡蛋 特别好吃 蛋 人家炒得做不到 茄子长大 肚 它听着行 有大多米的 那种鸡 她已经面试了 那种鸡 我都不 我都能给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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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大大爬鸡蛋 为什么 他爬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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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其他担心虚 呵呵呵呵呵 我是 histó 他吃瞧炭 鸡蛋 他爬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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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爬鸡蛋 他爬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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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闲鸡蛋 他爬鸡蛋 是小 pulls ich 老实家 爬鸡蛋 我们调包的时候挖了这个浅坑 把大蒜头或者是葱头插进去之后 要掩一层土 葱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吃它的蒜苗当调味料很香 还有一种是吃它的蒜头 你们吃过吗 你们知道天坑是什么吗 天坑就是以前打猎挖的那个坑 野兽会跑进去出不来的 搞定了 收工 我给你帮你帮我给你帮你帮我